DZ AFM 軟體 好,首先我們打開DZ AFM 軟體 好,那第一件事我們要先 Check 我們的雷射是否 OK 那像這樣叉叉的話就是不 OK 那我們就會來這裡調它雷射的 Power Alice 這裡 好,我們從這裡調它雷射的 Power 那把它調到綠色變打勾為止 那這樣的話就是已經 OK 了 那下一步呢,我們就是來這邊按 Smart Steam 那它會自動更改它的參數 好,那 OK 了之後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實際的 Camera 影像圖 這是它的目前的影像圖 這是還沒下陣的時候,所以它會有點模糊 那我們現在按下陣 按這個 Auto Lens 之後它就會自動下陣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影像就會越來越清楚 好,現在已經下陣完畢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準備開始掃描了 我們到這裡 Scan Scan Option 這裡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設置它掃描的範圍 那這裡我們它的長寬都是設 20 20 micrometer 那這裡 Scan Speed 這裡可以設定它的掃描速度 這裡我們設置 10 micrometer 每秒 那設定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按 Start Scan 那它就會開始掃圖了 好,那我們來看影像圖這裡 這裡很明顯可以看到它的燈 它正在動 那就表示它現在正在掃描 好,它掃描出來的圖會顯示在這裡 鱼鱼